海边看似厚实柔软的绿地毯是什么呢 餐桌上常吃的紫菜又是从哪里来 海洋中的藻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海洋保育署希望让民众了解海岸边常见的大型海藻与海草 委托海大教授张瑞生博士主编 台湾白肘海洋生物大型海藻与海草图鉴 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海藻海草能到600种之多 那我想透过今天这样子一本书 大家可以知道下次爸爸妈妈带上海去海边的时候 可以知道生产的一种生物 新书发表会上除了可以看到还可以摸到 甚至搬出了海藻水族箱 让与慧来宾大开眼界 那大家常常把海藻跟海草没有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介绍了128种海藻跟9种海草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 跟我们生活是相关的而且是连铁的 吃的像这些乳制品 好像美乃滋果冻的这样等等 都跟这些海藻有直接的关联 也可以从这书里面去找到一些端倪 翻开一页页都是精心搜集的珍贵画面 透过许多水下摄影伙伴的支援 展现台湾本岛及各离岛海域的生态照片 书中还透过手绘点画 展现海藻与海草的各种形态